平日讲汽车中泊,不少人都会联想汽车露营体验。 但是,本港第五波疫情期间,不少染疫的市民因为社区隔离设施爆满, 加上家企环境不容许等因素,无法安排居家隔离,因而更衍生出车中泊这种另类的隔离方式。 从事运输工作多年的罗先生,不仅是一家的经济支柱,也是一名新手的爸爸。 为了家人着想,他早就在三月初完成接种两只伏必泰的疫苗, 但是没多久,他感到身体不适。 虽然快速检查就验出阴性,但是他也不敢吊耳轻心, 所以就向太太提出车中泊的想法。 都是为了家人的安全,和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因为如果自己中了,有机会传到给家人, 有机会传到给另一旁轮舍。 所以我就决定了自己有点不舒服, 最初我未发烧时,已经在车里住了两天。 直至我发烧,有症状的时候, 就在车里住了六天。 所以你说我是否这样做一定对呢? 不过我没办法不敢做, 因为政府不能帮任何手, 没得隔离,打电话去报了, 没有人去管。 直至我现在好了,都完全没有人联络过。 我去卫生署那些报了, 不过也没有人联络过我应该怎样做。 卫生透露,他也曾致电卫生署热线, 希望撒取检测包、药物和食物等支援。 不过,接先生就说, 由于他不属于强制检测案, 所以无从协助。 我问他有什么可办法呢? 他说可能转介给社工, 我说转介社工要几天, 他说可能要六七日左右。 我心想六七日, 六七日这个病,我应该都好回了, 还需要你支援什么呢? 疫情之下, 罗先生意识到, 依靠政府解决问题, 倒不如靠自己, 以及身边人伸出援手自救, 整整六天的车中泊隔离生活, 罗先生的生活空间, 就局限在这小小七人车的后座范围。 睡觉的时候, 他会把私家车的座椅拉低平方, 变成一张单人床, 并在车头加上遮光板遮光。 等家人无众的人士, 就送食物上来, 送在附近, 不是面对面的。 他放下了之后, 我就过去拿, 拿上车, 我都会开车去一些郊外的地方, 没有人的地方, 才会在这里吃东西。 因为我在车里吃, 在停车上吃, 因为停车上也有人出出入入, 所以我都会选一些完全没有人, 没有人去到的地方, 我才会随口罩在车里吃。 因为都怕传扰到其他人, 甚至乎大小便等到夜晚, 等到一些荒莫的公司才能解决得到。 你说经常没办法, 我只可以在车里解决了小便, 晚上才能解决它。 你没有可能自己中了, 都会去和别人用同一个厕所, 有机会传染给其他人。 我都没有他这样做, 不过这些是政府没有指引, 都是靠自己去治理。 解决了生活物资的问题, 但六日以来, 令人不禁好奇, 罗先生到底是怎样疏洗的呢? 有个朋友, 全家都确诊了。 当时, 才说这样去他的家。 当时, 我已经在车里, 差不多第五天, 已经验到条线都比较浅色, 我都是凌晨时分, 才去他的家, 去洗澡。 也没有接触过任何人之下, 去他的家。 我已经做好自己的本分, 没办法, 因为四五天都没有洗澡。 你可能本来没有病, 都可能吐到有病。 禍不单行的是, 即使罗先生已经提前自我隔离, 尽力保护家中初生婴儿 避免染疫, 但是在第四天, 仍然接到太太告知 BB开始发烧的坏消息。 当然是很紧张, 因为始终都是未满月的小朋友, 突然发烧入医院, 都未知是否确诊。 去到医院的时候, 首先走到私人医院, 他就说不看不收, 都花了一个多小时, 接着再转到政府威尔斯医院, 都排了六七个小时。 很幸好他说, 这么小时有床位, 可以让我小孩留医三天。 家中一大一小染疫, 当中精神压力最大的, 莫过于身为照顾者的罗太。 我太太也说过, 都希望自己都中了, 我可以回家陪她, 不用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所以我都觉得我太太的 承受压力都很大, 所以又没有人去帮助之下, 她连自己都预了中, 她说你可不可以回来? 不如我也中了她, 大家可以一起面对, 我很想这样做, 不过我不可以那么自私, 所以万一你又没有打针, 因为她在大肚子时没有打针, 万一你中了, 有很严重的病发症, 那又怎么办呢? 所以我最终都没有这样做。 染疫之后, 罗生最终成功康复, 但是更大的难关仍然等着去去跨过。 由于罗生从事运输工作, 属于至故性质, 在染疫期间被逼手停口停, 伯伯失去至少半个月的收入。 我一个养几个, 在家里的支柱, 所有食物, 好像这陣子买多了药物, 快速检测包, 其他家里需要的清洁用品, 这些都是需要钱的。 固然之, 开始大了之外, 自己有没有上班, 一定会经济压力会大了, 都是要自己努力点, 再看看如何去运回这些钱。 当然未知市道是否真的有那么多东西, 可以让你做得到, 可以找得到这些钱。 然而在疫情底下, 选择车中泊自我隔离的, 或者不止罗生一角。 在停车场里面, 我开始以为自己一个都是这样, 其实在我住的那几天, 其实我也有见到几架车, 都在车里面渡过。 因为来到那几架车, 都会有人在里面, 没可能凌晨两三点都会在车里渡过。 我看到他应该都是同名相恋的人, 只不过是这样, 不过都没有走过去, 跟别人再沟通, 因为怕他不是的时候, 又传到给其他人。 不过我相信都会是, 因为来来来去都是那几架车, 大家都有面对面见到。 真是看到政府的处理方法, 以及应变方法, 真是微如理想。 他完全做不到市民想他帮忙做到的事情。 最基本, 打电话查询, 入院的安排, 事后的安排, 他都完全没有去跟进过。 我们的政府是需要帮到我们, 在应急的时候, 可以帮忙到我们。 不是要医护, 只是日夜不停返回, 仲恶都要返回。 别人的家人, 别人的辛酸, 不认为政府有多少人知道。 所以这件事, 很想反映给这个社会的政府。 真的觉得, 令到大家都很忧虑, 令到自己的子女, 大家都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到, 所以都觉得挺可悲的。